云鹤九霄 龙腾四海 是张文顺老先生 为郭德纲的收徒赐的字 如今云子科可以说是越来越值钱 在孔云龙的八马挂中 其中说过一句话 一个云字顶十个鹤字 一百个霄字 足可以看出云字有多么的值钱 但不是所有云字都是云字科 近日就有这样一个段子逗笑了许多人 那就是有人爱特德云社以及郭德纲 指责他没有管教好自己的徒弟 干了这档子事 还让他以后要注意 加强徒弟的管理 因为发文的人是在某大型社交平台发布的 而且字里行间那个真切 不像是来说反话的 可李云迪和德云社就因为一个云字 就必须得有关系吗 此人说云字科的徒弟本来也没几个了 怎么进出这些幺蛾子事 别就知道闷在屋里写单口 不知道他是真建议还是假批评 反正这话说的很不好听 李云迪一个弹钢琴的和说相声的是八竿子打不着 而且李和郭并未同台过 关系也浅淡 李云迪上春晚那会儿 郭德纲还没上过超级大赢家的橱窗 郭德纲还是一个吃了上顿 没下顿的穷酸相声人 在周末睽睽之下人气吞声 而李云迪早已经是家喻户晓的钢琴家了 所以说两人从未有过交集 往后也不可能有交集 这个云字科的徒弟又是从何而来 当然还有搞笑的网友 喊话郭德纲把李云迪的云字收了 很多的德云粉丝也表示 李云迪被拘也跟着吃瓜 结果没想到的是 李云迪被抓很多人去骂郭德纲的 说他没管好自己徒弟 难道带云字的就都是老郭的徒弟了吗 当然了 也的确有一些网友 原本就不认识李云迪 毕竟他是弹钢琴的 又不是什么流量明星 可能大概知道 有一个叫什么迪的钢琴家 但全名还真不一定认识 而这时候 德云社云字科的弟兄又那么多 他们就会联想到德云社 这个是情有可原的 有很多网友反馈 自己是前两天 李云迪出事 他们才知道原来是弹钢琴的那个人 不知道你是早就认识李云迪呢 还是前两天才知道的呢 最后对李云迪的事简单说两句 他犯了一个男人都有概率犯的错 但是他的问题在于自己的定力不强 道德意识太过薄弱 且还是一个名人 作为公众人物 没有起到好的带头作用 接下来等待他的 就是无止境的封杀 这是必然的 自己造的孽一定要自己承担后果